大家好,歡迎來到《出遊說玩玩出遊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我是Ky 我是守護者William 我是醉酒不穿的HAPPY 我是自刀KH 我是做不到事的Ian 今天和大家介紹 看到我們有這麼多主持在 就是和大家初步評價《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我們有這麼多主持 再加上幫我們一起去玩遊戲玩家 我們率先進行了一個推介給我們剛剛學習的玩家 玩這個狀況 其實《Blood on the Clock Tower》是一個什麼類型的遊戲呢? 它是一款手術手術遊戲 基本上我們可以說是把狼人的缺點 全部一一點出來 然後作出改善 狼人的玩法大家都很清楚 可能大家分為不同的陣形有好的村民 還有這款遊戲有邪惡的魔鬼 加上幫他守的魔鬼 這款遊戲比較特別的地方 他們的村民都會有一定的能力 他不會做廢村的角色 他會有自己的技能 而入面有些外套 雖然是好人的陣營 但是他會為這個團隊有些負面影響 而邪惡玩家方面會有一個大陸 就是《Demon》 就是《Inm》 就是《小惡魔》 他每晚可以殺一個玩家 也有一堆《minium》的玩家 可以幫我們邪惡的陣營 讓大家得到的資訊有點混亂 除了角色上有這樣的改進之外 還有什麼有改進的地方呢 就是這款遊戲死亡的人 仍然可以在遊戲中參與 因為死亡的時候 你可以參與遊戲內的討論 而不同的地方 只是不過你得到的 你的角色的技能會失去 而你投票的時候 即每一回合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個投票的正常玩家 在山玩家 但是死亡的時候 你只會有僅餘的一票 在重要的時刻發出你一票的能力 因為每一天 大家討論完之後 就會做一個提名 我提名哪個人是有可疑 他要處決他 然後再進行投票 如果得到的票數是在山玩家的過半的話 那個玩家就會被處決 死亡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覺得票很重要的時候 就跳出來去投票 沒錯 死亡要很重要的補充一點 因為大家要用狼人的概念 就是那個人會揭開身份 會知道一些東西 但你會說不會的 死亡是要保持著 大家不知道在什麼身份 只會知道他死亡 而且那個死亡是可以繼續參與討論 還有死亡之後 還有一票 很珍貴的一票 可以拿到死亡的投票 還有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這個遊戲就是 不用有什麼發言次序 大家可以很自由地公開發言 躲在一旁 喂喂喂 做雞和你針一針 又可以的 令到大家可以在這個遊戲中 進行的策略層面 就比狼人更加豐富 而最後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遊戲中 有一個GM的角色 和狼人的主持 亦都是累人 他除了執行遊戲流程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從這個遊戲的 不同的地方 可以操作遊戲局勢是怎樣的 例如如果他看到 邪惡陣營的玩家 好像有很大的優勢 他就會想一些方法 可以怎樣給多一些 可以操作到的資訊 給好人那方面 怎樣可以提醒 這些什麼提醒 可以提醒他們 可以從資訊提供 相反如果看到好人證明是強勢的時候 他亦都可以從中發佈一些錯誤 即是怎樣說 當有個人 有些可能收到錯誤資訊的時候 再作出一些誤導 可以有的空間 可以令到遊戲的 持續感 製造出來 這個亦都是這個遊戲特別的地方 嗯 好 那麼 剛才Andy指出了三大 和狼人很不同的地方 不如我們就 大家說一下 玩完之後的感受 其實我們除了試了一個第一次狀況 我們面對面試過 我們Discord也試過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大的 不同的地方 面對面最棒的地方 剛才Andy說的第二點 就是我們可以 拉著一些人 躲在一起去聊 好像玩 我有感覺好像玩回那時候 Tourman and Bone 對 那種 有些少少拉鏡的感覺 躲在一起去聊 然後漫畫有幾格 就去那邊聊天 對 對 隨便說 最後 我和你講的東西全部都是謊言 那種感覺是出來了 而這些東西看網上都是難做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自由度 當然你說來人也可以這樣玩 但是這個遊戲真的鼓勵你去做這件事 甚至乎有些角色可能做這些東西 或者GN做這些東西都可以去參與其中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自由度 是他作者的一個挺好的twist 嗯 而我又講一下我本身的感覺 我們之前都有測試玩過一下 這個遊戲在網上版 當時我玩完之後 我對他的期望都不會太高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太像本身的狼人 只是他裡面的角色能力上又會有些不同 GN會再大 這次我們玩回真人版之後 感覺會不同了很多 比起上次玩網上版 這個感覺的反差對我來說是一個 令到我想了很久 究竟他跟狼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會有這麼大的感覺上的不同呢 我會覺得其實他的能力設計上 都挺有心思的 如果細緻一點去看 其實他會令到大家會有意欲去討論 就不像你玩本身普通狼人 是沒有什麼討論的 如果你說見上網的人很專業地去玩 就是逐個論流發言 然後就投票 但這個遊戲不是的 他很鼓勵大家私下討論 但他的角色的設計上 令到你趨勢會這樣做 還有當中一個位置就是跟一夜落人池 就是他有些搞局的成分 有機會你的能力所得到的資討論是錯的 當時在One Nightmare Wolf 是持反對的態度 覺得你搞局很難玩 又不知道玩什麼 但這個遊戲裡面 其實他那個搞局的位置 就是成為了GM可以控制到大家局面的一個方法 一個末路 他就可以令到GM可以盡量控制遊戲緊張刺激 不是為了搞而搞的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就會令到他跟籠銀很不同 剛才你提到角色 我也想補充多一點 為什麼你會覺得角色設計有心思 我舉一些例子 例如有某個角色會每晚知道身邊會有不好的人 然後也有角色每晚可以選擇兩個人 而從中得知其中會不會有惡魔 這兩個角色 第一你會發覺設計上 他是不會知道是哪一個 他不會知道是A和B的其中一個 而這個設計 再加上其他都是這樣 你就需要這兩個人靜靜地去討論一下 就有討論的空間 才可能再解決一下 好像這兩個合起來 我們曾經問過是似他 但問題是你也不肯定的 為什麼不肯定呢 就是剛才K說的第二個 有些搞局 是有搞局 搞局是什麼呢 剛才我介紹自己的時候 我是一個喝醉酒的誤作 喝醉酒的誤作 喝醉酒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經常看錯東西 當中有一系列的角色 就叫Out Sider Out Sider 沒錯 Out Sider 這個角色 就是一些村民好人 但是他有些負面的能力 例如一個喝醉酒的人 他就可以做到他原本的角色做到的事 但是他就不知道自己喝醉酒 而且他看到所有東西都可能是錯的 可能是對的 這件事又會再加多一個層次的不確定性 令到就算你都推理都好 最後你都可能要靠一些微頭眼 或者靠一些再精準的推理 而去進一步 好 這裡我背中燒 我覺得剛才K說的一個位置 就是他將那個可以推理 以及一個不確定的部分拿捏得很好 而這個部分就形成了那種張力 有幾種張力 其實第一種的張力就是剛才說的 可以私下討論 就是因為一些你不能夠完全推理 但是也未知沒有東西可以推 因為譬如狼人 即是狼人的 可能你純粹透過過過癮 他講話有沒有破綻 這個就是按摩 對 這個就是按摩 但是他就因為有不同的技能的設計 就令到他有一定的可推理性 就像剛才Habby所說的 可以夾口供 但是那些夾口供得來 有可能是說謊的 有可能要對照幾組不同的人 才可以確定到 究竟是不是有個聚酒 在那裡搞事還是怎樣 令到他的張力 就是這裡我覺得可以推理 以及一個不確定的位置 是掌握得很好 另一個位置就是他給GM的自由度 就是因為有一個不確定性在這裡 而這個不確定性就是GM可以拿捏的空間 也往往可以在這裡去 所以我會覺得雖然無可否認 對於GM的要求就高了 因為GM要好好掌握到局勢的判斷 也要有很多的介入 但是一方面可以平衡到玩家之間的 我也是猜疑的 因為有些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 玩這一類的Social Deduction Game 你也會發現有G隊友 或者是有一個高手在那裡高玩 然後其他人就全部被他調整 但是我覺得GM正正看到局勢的發展 他就可以透過這些不確定性 或者一些搞局的人士 來平衡遊戲 令到整個遊戲的體驗 都會充滿了張力 以及會是一個很有回味的過程 另外他們剛才說的 我自己也認同的 我自己會比較集中去看 就是這遊戲的重玩性 以及可發展的空間 因為其實我們一貫的身份遊戲 無論是狼人或狼人 其實他們都是說 我現在加一些角色 加一些身份進去 就去做重玩性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這兩款遊戲 他們的角色可能是隨便 又或者可能是在裡面 選擇一些角色出來選擇 其實無論你怎樣做都好 都會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平衡 以及那個火花 就是角色與角色之間的火花 能不能做得出來 我覺得其實我們就這樣試第一盒 還有Andy也有說過之後 後面那些 其實他不只是加角色那麼簡單 他是在整個 無論故事的背景 無論規則上 都是徹底地不同的 這些是過往的身份遊戲 是很少會做得到 還有你會可視得到 他的重玩性 不是說我多了ABCD的角色 而是我在玩另一件事 這個我覺得是很欣賞他的地方 這個我也很同意 我覺得這款遊戲 讓我做了GM的角色 我研究這款遊戲的時候 我最大的 跟其他的Soul Descent Game 最不同的地方 這款角色的死亡 是絕對不用怕的 你死亡之後的世界 可能更加精彩 你死後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能更加多人跟你說真話 而且因為死亡不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你可以嘗試的策略 可以做不同角色的策略 就更加多元化去選擇 比起其他同類型的Soul Descent Game 加上我覺得其他位置也很重要 就是身為惡魔陣型的惡魔 他會知道哪三個角色 是不會存在這場遊戲的 亦都提供更加多的空間 和策略性 比起惡魔陣型去運動遊戲 某程度上 都是大大增加了這個遊戲 我所說的重玩性 以及經驗成長的感覺 是的 我很欣賞這款遊戲 他將它推理和社交 就是我玩陣加推理的那些結合 例如你找人聊天 找誰聊和透露什麼 會影響到這場遊戲的走勢 我透露了一些 讓情惡陣營知道 他就可以有更多資訊 去騙好人陣營 跟一般浪人說 我要公開講法 把所有資訊給所有人聽 這個是不同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剛剛也說了 因為這遊戲死了之後 其實都可以有工作 或者又有投票權 以及又可以說話 大家不怕死的情況下 可以盡量發揮自己 在這場遊戲的作用 你死了之後 可以發揮你的看法 你不會因為怕死 所以不敢說自己的職業給別人聽 這件事就是在這遊戲感受到 剛才Andy也提及過 其實這幾個大項目 都是以稱讚為主 覺得是改善了浪人 但這時候我拋出一個 自己個人的質疑 我覺得這個我有不少次 之前在不同的場合都有提及過 這遊戲有一點令我想起 這套電影叫天能 就是命定論和自由意志的對決 這遊戲為何有這樣的對決呢 就是到底我正在玩這遊戲 還是GM正在玩這遊戲呢 到底我是不是做什麼都好 我屁股在這裡什麼都不做 然後GM就會幫我們繼續運動這遊戲 還是怎樣呢 其實為何我有一個質疑 就是我們剛才的過程當中 可能我們有很多的推論 都差不多到什麼了 即是快要找到空手了 其實剛才Andy和GM 他可能會有一些位置 剛才有一個不確定的資訊 他可能有一些位置 就特意給一個很難再解決下去 或者可能有一個很假的資訊 就給我們好人陣營 令到我們的解決本 本來只是握一步而已 但是接著就沒有了 然後可能又要重新來 或者整件事就變了偏向了壞人 這個位置我就有些保留 到底我是不是從來都不會有一個 叫做聰明這個遊戲的人 就是玩得聰明這個遊戲的人 到最後可能都不會是成率很高的 就是一個GM頭 我這裡有一些回應 我會覺得其實如果那個玩家 不是太聰明玩Social Disruption Game 是會有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大家都很聰明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我就有些懷疑 反而反過來有些質疑 究竟GM可以控制到能力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大 這個就有點難去說 我可能要大家玩多幾次才玩到 但是至少有一點 我覺得是剛才我們玩的那個遊戲 是有出現過 就是剛才MVP的KH 就做了一個第二回合的行為 這個行為其實我有點懷疑 這樣是搞了Andy 因為遊戲由兩個紅隊變成一個紅隊 然後作為GM的他 他迫於無奈就要去幫助紅隊 因為如果再死了一個他就懷疑 他就反過來逼那個GM 來叫他幫助紅隊 我認為在一個好玩的情況下 有機會可能反過來逼那個GM 我認為這個又好又不好 有好的地方就是遊戲層次是多了 因為遊戲不單是紅隊和藍隊 還有GM的心理在這裡 你得到上帝的憐憫 沒錯 可能你要考慮GM 接下來他會怎樣去做 猜渡GM的心思 欺身召喚GM 現在說完這個 下一波Andy就會派你回合輸了 兩彎就秒殺你 有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有好又不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變成 那個GM要很懂得做 很靠的GM 我覺得其實我們這次已經第二次玩的時候 我都會感覺到GM其實真的很難做 你又要去審時度勢 你又有機會逼於無奈 你又要去做事 然後大家到最後的遊戲體驗 都會很歸咎於GM 所以在玩這個遊戲之前 真的很需要一個 很熟悉GM 很熟悉身份遊戲的GM來推出 我覺得是直接要很熟悉這個遊戲 對 要很熟悉這個遊戲 Andy你準備好了 只是這個第一遊戲你準備好了 我看了不少的影片說 就是說容易出錯的地方 問每個角色可以做到的事是甚麼 首先一定不能錯 如果錯了你應該要影響遊戲的推論 第二你要把每個遊戲的遊戲 要很清楚他們都要知道是甚麼 他們才可以成功做一個決定 這是第二點 而第三點就是真正實行的時候 原來你要想到的考慮是更加多 例如你給了甚麼資訊給某些玩家看 例如你給了甚麼Token 給惡魔陣營會 這三個人一定不在 等等原來這麼小的位置 都會拍到遊戲的推論 這些可能我事前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但其實真正在遊戲運行中 是會有這樣的效果 這些都是做Storyteller 要好事先要做足準備的東西 亦都是這款遊戲 對Storyteller的要求很高 亦都是其中一個大的門檻 但是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這款遊戲 做Storyteller也有自己的樂趣 很有樂趣 你看著自己編寫好的劇本 讓子彈飛的時候 發生甚麼事是一個很精彩 我挺享受的一個位置 這些就是Line Game的幕後組織 好像在屏幕看著玩家 我就猜他會這樣 沒錯 還有其中一個 我剛才完結了遊戲 因為我也是參考 我自己看到的影片 就是GM都會跟各個玩家 做一個類似覆盤的動作 就是由頭到尾發生甚麼事 令到各個玩家知道 為何會得到這樣的資訊 還有他會有這樣的推論 令到大家都會清楚 原來是這樣 如果我做了甚麼特別一點的話 可能情況又會不同了 我覺得這一個環節也是很重要的 是解釋的環節 不過我自己 無論上次玩Discord版 或者今次真正的玩Discord版 我自己會覺得 不能說是批評的 我純粹覺得這遊戲 雖然我們剛才說了很多 就是我們拿它跟狼人 又或者其他的Discord版遊戲去比較 我們覺得它有些地方是優成了 但是我玩完這兩次之後 我自己覺得它仍然未跳出身份遊戲的位置 當然它可能還有其他的情況 我們可以去嘗試 但是有一件事我也覺得挺明顯的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玩身份遊戲的話 其實這遊戲是沒有任何的東西 去幫你改善這件事的 譬如有些人不喜歡說謊的 某一類型的新聞遊戲是不能玩的 這遊戲我覺得它也有這件事 如果你不喜歡玩狼人 我也挺肯定這遊戲都不會適合你玩的 它沒有一些東西去幫助新進來的玩家 雖然你說有一個GM去幫助 但是其實他可以幫助的東西 就像剛才Key或者William都說 其實是很有限的 不能夠令到它變成一個 不能夠玩身份證明遊戲的遊戲 的人變成玩得到 我覺得是做得到的 但我覺得它會令到這些人 在比剛才你說的類型的遊戲 在這個遊戲裡面 它的體驗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它仍然成長遊戲 都參與在討論當中 而它的資訊其實不是沒有用的 它自己身份的資訊仍然是有用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但你會不會覺得有一個位置是 它這次這個遊戲設計的環環相扣的位置 令到那些所謂的打仗遊玩家 對遊戲的影響會大過其他遊戲 可能它做錯了這件事 其實就會令到遊戲很容易穿崩 你會不會覺得你看下去 其實我一向都覺得 身份證明遊戲的打仗遊位都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如果遊戲設計得平衡的話 理論上你有能力 即是神和狼的能力應該是抗衡的 所以中間搖擺份的人就很重要 那個搖擺份偏向這一邊 那邊的勝率就立即大增了很多 而這個遊戲因為增加了大家的討論 令到搖擺份的影響力可能還會再參與度 參與度可能會再增加一點 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一個策略的位置 即是即使你是一個沒什麼用的角色 你也可以跟你交換身份玩 不如你做我這個身份 你這麼有用了這個身份 你就假裝我 你就假裝我 這樣會令到那種換味都會出現出來 我覺得是 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反思就是最後都是GM去控制 就算有那個… 你覺得GM的能力很影響 對 我都有不斷反思的問題 就是到底坐… 即是就算有一個不太熟玩身份遊戲的人 或者他玩下去的表現很差 可能GM也有些方法幫到他或提示 因為我第一次Discord玩我做GM 我都有讀過書的 他那本街真的寫了很多很多詳細的 甚至乎有一本專門是給GM 如果你遇到什麼玩家 又會應該大約是怎樣可以誘導他 其實他都有這樣的街 就算沒有街都好 上網也有很多人討論這個遊戲 都一定有這樣的方法去探索這些問題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這個問題是不是好過其他遊戲 會不會令到人們喜歡 我覺得是未必的 但是我又不覺得它差了 不是差了… 只不過我覺得是他沒有解決那些問題 可能就是你喜歡玩這類遊戲 你不會喜歡 但你不喜歡就不會變成喜歡 或者不會唯有一個誘因 令到你會有一個很強烈去施起的問題 我可以很肯定的問題 如果一般喜歡玩這類遊戲的人 再配一個找得不錯的GM 這遊戲的上限一定是高的 即是他的遊戲體驗的確定性 是會在一個高的水位位置維持 喜歡玩一些陣型 還有加上多一點推理要數 令到感覺上是就算你死了也好 你可以透過分享你自己的看法推理 令到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或者體驗會變得更加好 這個遊戲就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 其實是他的設計最大的一個宗旨 就是令一個玩家 在這個遊戲中有一個良好的體驗 就算你做不同的角色也好 或者遇到不同的情況也好 都會希望你在這個遊戲裡面 即是在這個遊戲的時間裡面 都會有一個好的… 緊槍刺激 很有張力的體驗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背後的宗旨 設計的一個意見就是在這裡 我想我有點開竅 我最知道命定論還是我自由意志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享受過程 嘩 所以這個遊戲是人生的大道理 你不需要太關心 到底你是推理得很好就贏 而推理得不好就贏不重要 你在遊戲裡享受過推理過 跟別人靜靜地聊過 問人是不是處女 不就是問人是處女 我認識過就已經很好 不得了 不得了 好 那最後有沒有什麼推薦 或者你有什麼告誡呢 我自己先說 我覺得其實我誠意推薦 Block of the Quartower 就給所有喜歡玩新人遊戲 因為剛才Andy所說 這遊戲絕對天花板應該是非常高的 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前設 就是你要有一個非常好的GM 沒錯 好 不得了非常好 如果非常好就更加高 所以我會誠意推薦給所有喜歡玩新的遊戲人 每個玩家要愛惜肯做GM的這個人 因為真的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 我們很愛惜 去玩這遊戲 因為剛才說 GM出錯是會有的 大家可能剛開始玩的時候 可能要體諒或者怎樣 我亦都很期待一些玩慣D&D 總之TRP之類的GM 他將那個故事融入這個遊戲裡試一下 很期待那個效果會是怎樣 好 今天就是我們一個簡單的review 按這個也不簡單 很長的 就是Block of the Quartower 好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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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